最重要的基礎 基本上整個出版的過程 我們現在特別來請 讀書共和國集團的社長 郭崇鑫 郭社長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給大家 歡迎貴社長 歡迎貴社長 沈院長 蘇院長 沈市長 還有在座這麼多的貴賓 大家好 如果你們覺得奇怪 今天怎麼有一個陌生人站在這裡 我要說 我們今天除了慶祝蘇院長 護國四年的簽書會 還大家一起見證了 出版跟歷史的一個美麗的卸購 2020年4月25日 蘇院長在屏東和赫申國小 宣布了全國22縣市的班班游冷器同時啟動 當時我們在現場的那個 當然那時候已經是我們的教育部長 排文中 深受感動 所以他在後來的回應說 他說 我覺得那是個奇蹟 那奇蹟呢 不是神奇 神奇是由上帝的恩賜 可是我們台灣的奇蹟 是由蘇院長帶領他的團隊 他帶領他的團隊 為台灣打拼造作出來的結果 不只造福了國家 也造福了我們所有人 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五 是個亂糟糟的時候 當年有個宰相叫馮道 他自稱常略老 因為他歷經了五個朝代 八個宰世 十一個皇帝 他都當宰相 那時候馮道曾經分 跟後群帝國的皇帝姚常說 現在只有女人救中國 佛祖 佛祖再生都沒有用 姚常不是一個明君 可是呢 在那種紛亂的時代 還是被人家認為希望的寄託 相對之下 我們台灣很幸運 在過去幾年 有兩個大政治家 領導我們繼續前進 蔡英文總統 還有蘇貞昌院長 蔡總統跟蘇貞昌的關係 我們外人不得而知 可是蘇貞昌院長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真的是最好的寫照 他說 他就是彼以國事代物 我也以國事報之 今知國事蘇貞昌院長是當之無愧 謝謝 秋吉爾1953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剛好那一年頒獎的時候 史達林去世 所以秋吉爾就跑到百木達去開國際高峰會議 是由他的太太跟小女兒瑪麗幫他領這個獎 頒獎 頒獎的重稿者 是瑞典 瑞典學院的文學士 叫凡爾詞 凡爾詞 他寫的一篇文章 可以說文詞並茂 對秋吉爾也是推崇 對秋吉爾的文學造語也是推崇 有加 可是最被人傳送的是最後那句話 他說 文學獎的本意是要把榮譽頒給作者 可是這一次相反 是作者給這個獎項榮譽 我這麼說只是說 我要感謝書院長 給我們出版這本書的榮譽 而且呢 也讓我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 在台灣做的出版人 我的責任是什麼 謝謝